另一個作用就是人在屋頂上會把蓮花倒掛在那裡 這是在墓葬裡面的組織 墓葬裡面的也等於現實生活的寫照 你看中間那裡就是一朵蓮花的倒掛 在文獻記載來說,這個倒掛的蓮花的作用是反殖河渠 另外就是焰火,因為蓮花是生活在水裡的 所以意思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是木建築最怕火的 所以希望是防火的作用 所以這些組織就叫做蓮織 我們現在看敦煌的石窟裡的組織也有很多是蓮花 究竟是中國的傳統還是佛教的影響呢? 中國現在最早的佛像之一 這個就是公元262年的吳角都是三角的時候吳的一個銅牌 你看看右手邊的一個線圖就是一個佛站在蓮花上面 而這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有下彩的一個貫 佛教裡面就畫了有羽人 左手邊就是羽人 然後中間就是佛像 佛教傳譯為中國的早期 人們都不太認識佛是一回什麼事 所以他們覺得是其中一個神仙 所以跟道教或其他神仙一起放的 但是這個佛像是非常漂亮的 很難得 close up 來看 你看看這個佛有頭肝 有袈裟 前面可能是結了一個禪定因 然後加呼座坐在蓮花上面 左右還有一對獅子 所以這個是很完整的 這麼早期的佛像是非常難得 然後佛教進來之後的進南北朝 更加多就是把蓮花的圖案 進入到我們的器皿上面 例如一些古、燈、冠、碗、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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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當然石窟裡面在中間最頂上都是一個蓮花的棕 這個棕就是一個大的蓮花 周圍圍以飛天在雲光石窟裡面 那些人去供養又是怎樣呢 就是都是拿蓮花的 這裡是兩塊龍門石窟的帝王禮佛堡 都是在外國 一個是現在看到的 在Kansas的Nelson的博物館 另一個是在New York的Metropolitan的博物館 你看到這個女士在前面都是拿著蓮花 而這個蓮花是有蓮孔和蓮蕾的 而中間這個女士的棕 我覺得是一個蓮花棕 右邊這個都可能是蓮花棕 所以你看到是那時的皇后都是帶著蓮花 去到民間更加是有的 拿蓮花做她的頭色 現在帝王禮佛圖 我覺得比較漂亮和完整的就是河南的拱義石窟 拱義石窟裡面 這裡是有皇帝禮佛圖 在右邊這個皇帝 中間這個都是一些高的貴族或者神寺 他們的右手都是拿著蓮花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皇帝的左手 有沒有看到這個左手 他拿著一粒東西 放著一粒東西 而這個侍女很細小一點 就拿著前面一個行爐 一個香爐 他就把那粒香放在裡面 我現在放下來大家看看 就是他右手是拿著蓮花來供佛 左手就是那粒香放在香裡面 這個就是所謂進香 或者我們是一粒的 那時的腺香 就是我們現在插在有一枝 插在香爐後期才有 都是一粒的 所以這個叫進香 或者叫添香 所謂紅袖添香 其實都是添一粒的香粒的 皇后 你看前排的皇后 其實都是拿著蓮花來供養 然後來到我們慈山寺 這個很漂亮的 非常難得又很完整的 一個漢白玉的 師爲菩薩的象 你看看前面 其實他的香爐應該都是蓮花 旁邊兩邊都是有蓮花和蓮葉 包著他的 在他的左側 就是我們的右側 你看到有些供養人 這個供養人 大家看看 原來這個供養人是一家四口的 左手邊這兩個 第一個是爸爸 接著就是他的兒子 接著是媽媽 接著是女兒 有人問了 為什麼他分為男還是女呢 因為古代是上依下上 這個上依是比較直一點的 這個就是男裝 而女的呢 就是裙子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女的裙子是比較寬一點 而且是間裙子 兩種顏色的 紅和白的 他們爸爸媽媽 都是拿著蓮花來供養的 難得呢 他畫得很細緻 蓮花還有少許的混染 就是有點紅紅的 你看看 做得這麼細緻 其實他的畫面 不是很大 但是做得很精細 當然 遲年 long stem的 lotus 很多 有蓮花 有蓮蕾 還有盛開 半開 等等 在路門石窟 也有蓮花洞 頂上有大蓮花 所以在莫高窟裡 那些平蕾 有辣過的 都是蓮花的 或者是棗井 或者是平蕾 中間那些都是蓮花來的 佛像也是站在蓮花上面 這個是雲崗 北藝的仇雲崗 十三幅 在清州的北藝 佛和菩薩都站在蓮花上面 甚至用蓮花做他的頭光 在菩薩手上拿了一些物件 左手拿過 現在都沒有解讀 是什麼 是一個心形 是什麼 現在都不清楚 各有各的說法 但右手拿過 是一個連累 大家看看 是尖的一個連累 在清州 你看到東藝的時候 看到一佛二菩薩 佛的左右兩側 就是有兩條龍 那兩條龍套了一朵蓮花 在左右兩邊 就承接了兩個菩薩 這就是清州的特色 當然佛的寶座也是蓮花 菩薩手上拿蓮花 這個就是莫菇佛 莫菇佛我發現菩薩裡的蓮花 原來有些是 右邊這個 初唐這個 是我們的 中國 印度的蓮花 左邊這個 就是 印度的 瑞蓮 很有趣 它用藍色的 它好像知道 藍蓮 是特別尊貴的 是這樣的 到了這裡 我就想起一個名字 在在裡面 不知道有沒有人的名字 叫做碧蓮 有很多女生的名字 也有個蓮子 這是說唐代的 唐代這個 由楊雜座 有記載 在唐代會有一張蓮子 究竟蓮子是什麼色的蓮子 我不知道 它放在一個染缸 這個染缸 是染藍色的 藍的染缸 可能是 藍色的 藍的染缸 就是它幾年 拿出來 種的蓮花 種了之後 它開的花 是碧綠色的 是非常珍貴的 那種花 就叫做碧蓮 我看到很多菩薩手上拿的蓮花 都是這種 Indian lotus 甚至民間 你看看這裡 有個箭櫃指著 它的頭上 都有蓮花棺 在唐代 或者是進去敦煌的石屋裡 你看到地上 有很多蓮花磚 是好像進入了蓮花的清淨世界裡 它的蓮花磚是有很多種類的 這裡其中是一個 小小的 有兩塊的 sample 給大家看一下 民間或者一些宮殿 都用蓮花做它的柱楚 那用蓮花這個圖案 就不只是佛教 原來在其他宗教 在中國也看到有的 這個就是北周的安家墓 安家墓的墓前面有個 怎麼說呢 墓門 墓門上面有個額 額 上面黑了些東西 中間你看 中間看 有幾隻駱駝 下面有一個盤 那個盤 就像一個桌一樣 其實就是蓮花磚 而左右就是祭司 我稍後會放大 上面左上角有個飛天 看到嗎 我們看右邊 這個盤 就是蓮花的 駱駝背著一個 好像是火壇 火壇上面有水 如果你們再仔細看一下 上面的火壇上面還有一朵蓮花 看到嗎 左側呢 就是有個壇 琵琶的 一個飛天 可能她是天使 可能用了我們 那些燈籠壁畫裡面的飛天 而這個祭司 就是戴口罩的 好像我們現在也是 要戴口罩 因為她 希望她們 污族的口氣 不要污染了她的聖火 看到有個花瓶 這個花瓶 插了一些花 這個花是蓮花 戴巡警教流行中國碑 那她的碑首 這個是中國比較早期的警教碑 在唐代的 碑首 你看到是有十字 下面一朵蓮花 這個叫做十字蓮花 甚至我們在廈門大學 她的博物館 就有一些警教的墓碑 有些人覺得她是受了佛教的影響 但是也有些學者覺得她不是 因為西邊也有蓮花 她看到西方也有十字蓮花 所以這個現在很難定論 但是我覺得下面這一張 就是這兩個飛天 它捧著一個好像蓮花的香籠 上面就是有十字 那這兩個我就覺得可能是借用佛教的圖像 即是非天的圖像 其實宗教裡 你借我我借你 其實都是很常見的 Money教裡 這兩個人物都站在蓮花上面 好了 蓮花講了 然後就講蓮花童子 蓮花童子 我們要講清楚 不是在蓮花裡 伸一半結伸 那些一定是童子的 我也是依據清華大學的 李正傑教授的講法 我要分開這個 其實蓮花 一半生出來的是佛像 亦有菩薩 那些叫做蓮花化身佛 或者是化身菩薩 那這個蓮花的 好像比較年紀大一點的人像 我覺得是天人 那這是蓮花化身天人 在雲光石佛裡面都見的 這些天人 永靈子都有了 那這個是佛像 還是菩薩像 現在都不太容易講 這些是雅當 但是 例如在這個二八五佛 這個 那個 鵪薇那裡 這個也是西藝的時期 在奏緊握 我都叫做蓮花 這個化身的天人 李正傑教授 他覺得最早是蓮花化身 好像嬰兒子 那樣 這麼小 蓮花出生的 就在北藝時期 在雲光石佛的十八佛 和北藝一些造像碑裡面出現的 蓮花化身 例如在佛經裡面的 《無量壽經》 和《無量壽經》 都是說 去到西方極樂世界 當然也有九品往生 在蓮花中自然化生的 佛教將生命的起源 有四種 一種是卵生 即是在蛋裡生的 一種是經過母胎 是胎生 一種是經過那些 爛的肉 草蟲 那些濕的地 叫做濕生 有一種 還有一種 就是經過過去的業力 剛才說的業 其實就是 你的所作所為 所想所說的東西 那個Database那裡 突然間出現 這個叫做化身 那為什麼會選擇蓮花 做它一個再體呢 就是因為蓮花是很潔淨 有永恆 有生命 甚至我覺得是創造的能力 所以 而且蓮花是因為這麼潔淨 又沒有需要經過 苦精無血這個愛慾的作為 所以就在蓮花上化生 代表清潔 所以這裡有一個大寶 在《聖經》那裡說 為什麼不是在胎上生 就是化身在蓮花中 蓮花是有九品的往生 那上品上生 一出去就看到 花開見佛 聽到佛的說法 但是其他還是要等的 在百公德水裡 出來的生命 佛經那裡叫做 新生同子 在莫菇佛的壁畫裡 例如這個 這個 這個 初唐的 五十七窟 那裡 你看到那個 我把它框出來 下面把它放大 就是 首先是一朵蓮花 蓮花突出頭 慢慢慢慢伸出來 就成了化身的童子 這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 真是狗 有八朵蓮花 中間這個 就是 相品上生 所以它是不用等的 一去到西方 叫做世界 它就是馬上 所以它多數是背著我們的 面向睡 其中那些八朵蓮花 它裡面的姿態 都不同 有些是狐貴 有些是合十 有些是五體投地 有些 總之各個姿態都不同 當出來之後 當然要等 看看你的上下 劫力是怎樣 要等多久 而在莫花出來 出來之後 對不起 這張是比較蒙的 就是禮佛 他們是光彈彈的 是嬰兒子 在這張220 初堂的壁畫 《無量壽經》 它剛剛數到有九支蓮花 中間這個就是相品上生 而九支蓮花上 有些童子 就是中間 混在這裡 在蓮花都還沒出來 很乖 坐在這裡 有些蓮花出來之後 它是穿衣服的 上面這個紅色的衣服 就是 我們由這樣看到 當時堂代的小孩子的衣服 原來是V領 轉逗T恤 短褲 前面這個就是我們叫波斯褲 也是好像我們工人褲 由這樣看到那時候的服飾 另外還有些在蓮花裡 有些很不耐煩 就在這裡 跳來跳去 好像倒立 有些很好 還站在這裡 合拾 所以這個 非常可愛 出來之後 那些小孩子 就是在這裡 你看到蓮花出來 有些人躲在 玩水 在後面 然後這裡 他在這個海上去 他說 你幫我 拉一下我 上面這裡還有兩個 在這裡玩水 甚至是 頭身體尾去 看到一個 蹦蹦的 出來之後 就是 禮佛 甚至是玩水 就是蝶羅漢 但是很有趣 我看到在莫菇佛裡的壁畫 無論他穿衣還是不穿衣的童子 都有穿小蝦 你看到他 有穿小蝦 那你留意一下 都全部都有 我看到 所以我看到也有 甚至有些跳上去的棕井 有些大部分就在蓮花上面那裡 都是有穿的 看到嗎 有些還在這裡做雜傻 也有些小朋友 在蓮花上面 他把蓮葉放在母頂上 又是有穿小蝦 有一個這個就很有趣 他拿著曲棍 還有拿著球 那這種可能當時叫做步打球 但是有好像現在我們的高爾夫球 出來之後 有些也是在這裡倒樓 有些是敗墳 很可愛 那這個就是比較少見的 這個分子是相當小 只是用我的頭進去 這幅壁畫 通常跳舞的都是一個天人 或者是樂舞的天人 那旁邊就有一些奏樂的人 但這個是一個童子 他是站在一個很小的 像蓮花的地毯裡 他沒有穿衣服的 但是有一個穿小蝦子 在那裡跳舞 那這個是童子 發生童子的樂舞 比較特別 另外新疆也有過 也是女生來的 這個女生就沒有穿小蝦子 就是打著腳的 OK 我們說了北方 今天就說南方 南方 南方就是窮來 就是四川窮來 那裡 是將整個西方極樂世界 是一個立體的雕刻雕塑的 那我就將它下面那一部分 西方三聖下面那裡放大給大家看 我覺得南方很有趣 原來七寶蓮池 八公得水 那裡原來有船 有沒有看到 這裡下面有船 是兩重的船 在這裡可以爬船 左邊的圓圈就是 上面 這個觀無量受驚變 在大竹的北山那裡 這個很厲害 其實不是很大 但是居然黑了五百六十 這麼多新的人物在裡面 你知道在極樂世界裡面 也有補這個欄杆 這個也有補池 補樹等等 那我就想將它下面那裡 那裡的欄杆 那裡的欄杆 將它放大 那你發覺很多小孩 在蓮花出來之後 他就要爬上去 好調皮 現在放下來看看 這個 右手邊這個 其實脫了一個小孩 他總共四個 左手邊這個 就是爬上去 他的右側那個 其實他兩隻腳 就站著欄杆 在兩隻手下面 就爬上去 下面那個 就托著他的屁股 就把他推上去 而左手邊這幅圖 就說兩隻雙龍 在蓮花上 你有沒有看到他站在蓮花 是怎樣爬上去 是非常靈活的 很可愛的 其實除了宗教之外 原來宮廷裡 都有用童子的圖像 這個是唐原宗很中愛的 征信皇后 它這個是一個石鶴 好像如果沒有記錯 有31片石 石上面挑滿了一些文色 這個被人避兜 避兜之後 就運到美國 它很重的 好像有26、27噸這麼重的 後來被中國追回 追回之後 我們拼回石角 我們很開心 有一次可以讓我們拍照 我們參觀的時候 也很感謝Ella幫我拍了很多相片 所以我們今天才可以這樣看到 我們看左手邊這裡 我們放大他們 左手邊的上面那個額 就有看到很多小孩子 這裡的石刻 是看到很多西域 有反彈琵琶等等的圖案 我現在只是說童子那一部分 這個童子 你看一下 有兩個童子 一個是拿著肩膊 拿著一些食物 左手邊的人在玩 在師頭之路上 唐代有很多菩提子 這個人 左手邊的人 就在摘著菩提子 給右手邊這個 整個盆都是菩提子 來的 拿去給這個 這個牧主人 他拿了一些東西 甚至是速遞 Couria 坐著小鳥 送一些食物 給牧主人 這個童子 不是童年花 而是牡丹花 因為唐代有些聖堂 是非常流行 牡丹花 所以雲上衣上 花上蓉 都是牡丹花 這個童子和牡丹花 好像他的腳 都是穿著小蝦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絲綢 都看到蓮花和童子的圖案 這個是新疆的 在達馬溝 佛教為止出土的絲綢 不過這個比較大一點 是蓮花上面的一個人物 都是童子 好了 由宗教化身童子 慢慢就有童子 然後童子單獨出現的蛹 在唐末開始有了 在唐代開始有了 這個是洗澡 不知道為什麼 唐代很喜歡洗澡的童蛹 這個也是沐浴的蛹 漢心寨出土的蛹 是相當有趣的 很漂亮 這個也是沐浴的 在西方淨土裡 在西方淨土裡 在寶頂山裡 你看看西方淨土裡 有很多欄杆 欄杆到瀑滿了很多童子 甚至在蓮葉上面出現 或者是在頭裡 突出頭 就是在那裡 化生出來 好了 我們講了蓮花 講了童子 蓮花和童子的關係 又如何呢 再講下去了 在唐代 蓮花和童子一起 在民間用的用品 不多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一個壺 是一個童子 是 執著一朵蓮花 原來在唐代的時候 已經是把蓮花和裘子 拉上關係了 在文獻記載 在七夕 以前的七夕 除了是我們黑巧 女士黑巧之外 也是裘子的 在唐代文獻記載說 七夕 那些人 民族很希望 是喜歡用一些蠟 造成的嬰兒 放在水裡 飄下飄下 其實是一種裘子的活動 甚至在宮廷裡 附用電相中原人 水泊銀盤 龍化生 都是用化生 這個名字 有個故事 為什麼蓮花和童子 原來是裘子有關係呢 這個在敦王碧海裡 有一個綠母夫人 這個故事 我們看右邊的下角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草爐 草爐裡面有一個人物 就是一個仙人 在那裡修行的 前面這裡有一條河 有一次仙人在那裡便匿 有隻鹿喝了水 感應了而懷孕 懷孕之後 生了一個女孩出來 這個叫綠女 因為她是由鹿出生的 但這個綠女 很特別的是 她在一步步生蓮花 走一步有蓮花出現 走一步有蓮花出現 而她的樣子生得很漂亮 有一天 國王就在那裡狩獵了 走到這裡 看到她一步步生蓮花 看到這裡有這麼漂亮的蓮花 看到這個綠女 她覺得她很漂亮 所以將她招進宮廷裡 做妃 對她很寵愛 她後來有了寶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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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她生出來不是一個人 是一朵大蓮花 皇帝當時很不開心 她生了一個怪胎 將她打入冷宮 將蓮花扔掉 後來這個故事有不同說法 我將一個簡單的說法 其實是後來那裡的人發現 後來她被離棄的蓮花裡 發現蓮花裡有很多花瓣 每個花瓣都有一個小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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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在冷宫放出來,而她仍是見證她是她的媽媽 終於圓滿收場 因為陸母夫人的故事通通了千葉蓮花,而有嬰兒 文間裡面有些記載,就是與求子有關 她覺得宋代更流行的同志 她是求子,但一直都沒有小孩 她是再娶一個聖理的人 聖理夢到上帝的天帝跟她說 指著前面的蓮花,扎了三個花瓣給她 我賜你三個兒子,終於靈驗了 所以賜與三子,就是拿三花蓮花三葉 《語語三子》可能與陸母夫人的故事有關 所以宋代更多是童子和蓮葉的枕頭 還有就是玉童子 玉童子有很多人喜歡這個玉童子 原來皇帝也很喜歡,就是清朝有一個人 他讀到南宋高宗,有個詩說 千金兇買玉霞兒,他不明白為什麼 什麼叫千金兇買玉霞兒,他就研究了 讀了西湖治愈這本書就知道了 原來南宋高宗有一次大宴群神 看到張秦和黃鎮的手上拿著一把線 線有一個玉嘴,嘴是一個玉霞兒 他認得,這個玉霞兒是我的東西 有一次因為經過的地方,不小心掉到水裡 所以就問他,這個玉霞兒在哪裡拿的 他說我在清河方的店裡買的 問他的店裡,你在哪裡拿這個玉霞兒 他說有一個人拿著的籃子來賣給我的 又問他,那個人的玉霞兒在哪裡來的 他問那個玉霞兒,那個玉霞兒就說在黃花魚的土裡拿出來的 當然他就送給皇帝,皇帝很開心,大風這些人 拿